把投资人的资金全额返还给他们 总共只花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第二期当中有环球影城的加入 肯定是给我们项目的成功性 大大的增加了很多的一个砝码 因为第一期的时候 在偿还完所有贷款之后 开发商的股本 大概实现了有26%左右的一个回报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嗨大家好 我是独立黎安棍 Sean 关注我 让你全球都有人 我在拉斯维加斯EP5项目考察的 上一集视频当中 有给大家展示 正在建设中的环球影城项目的 超强背景 独特地理位置 以及发展前景展望 并且亲身带大家体验了 旁边在2020年 就已经开张营业的 E7 Area 15主题乐园 大家是不是会好奇 拉斯维加斯环球影城的开发商 背景和历史记录究竟如何 该EP5区域中心 又是如何确保投资人 绿卡和资金两全其美呢 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 盛总 您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顺手千阳的节目 您作为EP5区域中心的总经理 今天可以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系统的介绍介绍 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吗 盛总 大家好 感谢顺手千阳今天邀请我过来 那我们今天呢在这边的拉斯维加斯AERA 15项目 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受瞩目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它呢更类似于像一个我们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游乐园 它包含有沉浸式体验式的这样一些娱乐场所 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 就在我们拉斯维加斯大道的一个附近 距离所有酒店区啊大概只有五分钟的车程左右 它也是集艺术 科技 娱乐于一体 为我们的游客提供独特而互动的体验 那么这些综合体呢包括了很多一些吸引人的一些元素 包含现在最实心的一些虚拟现实的体验呀 艺术装置 现场表演 还有餐饮的选择和夜生活的体验等等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装置 叫做Mail Wolf Omega Mart 对 我刚刚看到了 对 它是一个就是互动 然后里面包含很多是一些超现实的这样一些艺术装置 所以它会带着参观的人呢穿越一个虚拟的这样一个超市里面 里面呢有 我就不剧透了 里面有包含很多隐藏的一些通道啊 另类的这样一些现实 所以说整个area 15的它的一个定位和目标就是 融合了不同形式的娱乐 然后呢营造一个吸引多元化受众的这样一种氛围 那么成为一种现在当代年轻人也好啊 人类世界也好 这样一个创意和创新的中心 盛总 我在今天的采访前也特地做了大量的调研 我了解到贵公司作为在EB5行业从业15年的基金公司 或者说资深的EB5区域中心 您可以介绍一下贵公司是如何让投资人能够把绿卡和资金保证两全其美呢 OK 对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因为我自己从2010年加入到美国投资移民这样一个行业当中 其实基本上行业当中的每一个周期起起落落都经历过了 实际上我觉得其实变通会很重要 你不能是一贯的就只使用一种方式在这个市场当中 所以我们会根据经济的情况市场的情况来及时的调整我们删选项目的这样的一些战略 但是核心就是你刚刚讲的两个重点也是我们EB5投资人最为关注的 那就是绿卡和资金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项目大家也看到是一个后疫情时代的一个经济环境 我们一般会挑选一些已经开工的项目 那么资金已经基本都到位的项目 因为像这样一些项目呢就业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甚至于有的项目投资人在进入项目之前 就业机会就已经足够创造出来了 所以投资人在绿卡方面的话就不需要有更多的一些顾虑 那么另外呢同样的重要的就是我们资金的一个安全性 我们特别特别看重的就是我们项目开发商背景 对吧和他们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历史记录 除此之外呢在每一个项目当中 你像现在美国利率这么高 我们要去看它融资的成本是否可控 建筑的预算是否可控 项目什么时候可以来实现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 商业前景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综合这样的所有因素考量之后 我们才会把这个项目推到市场当中去 那么除了我们自己拥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团队之外呢 我们依然还会去选择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监管机构 那么来别人的角度客观的角度来参与监管和审核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尽到了最大的可能 给我们投资人带来更好的担保 也就尽大最大的可能给投资人实现一个 两全其美的一个效果 好的谢谢盛总 接下来我们采访到了本项目的开发商 来自纽约的百年地产豪门 Fisher Brothers 要知道这个地产大亨可是真的大有来头 始创于1915年 目前与Dursts Roses Rudens 和Tishmans 并称纽约地产界的五大家族 他们的江湖地位完全相当于 李嘉诚家族在华人地产圈里 他敢说第二绝对没人敢说第一 即便是美国地产界的富二代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见了Fisher家族 都是要主动上前问候的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Fisher集团便在纽约曼哈顿最核心的地段 兴建了众多标志性的摩天大楼 并持有至今 其中公元大道299号 作为Fisher的集团总部 曾在纽约拥有独立的邮政编码 超过半个世纪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采访到了Fisher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 Winston Fisher 他现在也是纽约州政府 区域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Hi Winston Hi As Area15's developer Would you mind introducing your program To our potential AB5 investors? Happy t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All right Really excited to introduce Area15 to everybody We are the world's premier Immersive Entertainment Company today We've built a 200,000 square foot box Mall entertainment facility of the future And we continue to grow Universal Studios is coming here to our campus We're building them a 100,000 square foot building We've got deals with iFly We're going to have a drop ride Meowwolf Which is the world's premier art pass through experience We're bringing Aya from Dubai over here So what we're creating in Las Vegas will be The world's largest immersive entertainment district Which will be You know we're already at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visitors And we're going to six million So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opportunity And it is a place where we are making money from Not just leasing space But we own and operate and get the EBITDA margin We run really cool attractions and rides That are high EBITDA margin We threw over 400 events last year Both corporate and consumer And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that means we're in the news Almost every day for something cool happening at Area15 And behind all of it is a creative company That curates incredible experiences That consumers and bra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ant to be part of And what is really exciting is I can tell you Whatever I say myself and Nick Mastroianni We've invested over 110 million dollars in this So when we ask people to put money into this company We've put our own money into this company And we're going to grow Everything that we talk about with the growth today We have universal in place iFly is signed The drop ride is coming The nightclub that we're going to do with Tao is here So it's really exciting And then this platform that hopefully you'll be part of Both physical not only in Las Vegas In Orlando Seventy eight million visitors to Orlando Over 14 million people in a two and a hundred mile drive radius So whatever we're doing in Las Vegas Much bigger and better than in Orlando And then we can grow around the world We've been in Riyadh We're talking to people in Riyadh We're talking to people in Singapore About bringing the Area 15 experience To a global audience And everybody is hungry for it People know about us I'm really excited John Wick is coming here We were in the news And so this platform that we're asking you to be part of We see it as growing exponentially So what you're investing in at today will grow We have our money in it to grow And I'm confident that your money will also grow Thank you so much, Mr. Fisher Thank you 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We appreciate your tim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ey,盛总 根据我和大量投资人的接触经验 大家都对这个项目的资本结构非常的关心 比如说他们会很关心这个开发商到底投了多少钱 然后开发商所占的这个股比是多少 可以介绍一下吗 可以的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分好几期 然后项目的总投资预算的话 大概是2.68亿美元左右 那么其中呢开发商他自己的投资股本 就达到了6700万美元 基本上占到项目总资金结构的25%左右 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当中 股权和债权的比例是1比3 那么1比5投资人呢 是排位在高级贷款后面的 是排位在第二位的 好的盛总 那么我们1比5投资人的资金 是不是也像一般的银行贷款一样 在开发商的全部资金到位以后 才会注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嗯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话呢 会在法律的文件当中详细的说明 就是1比5资金的一个放款的一个要求 普遍来讲的话 我们是属于开发商和高级贷款的钱 都需要要到位 项目的各项审批都已经要已经完成 也就是说项目是可以随时开工 最理想状态是已经开工的 那么最后的话呢 才会是我们1比5投资人的资金 进入到项目当中去 所以说可以说是 我们基本上和银行是属于同期 同时放款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我们项目的进程会比投资人资金 进入项目的时间还会走得更快一些 因为开发商已经在使用他们自有的资金了 然后呢 项目也已经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整一个注资的流程 也和银行会非常的类似 我们一般都会有第三方的建筑监管公司 来进行负责 那么他们呢 会每个月来审核 我们开发商资金使用的情况 也会大概的审核一下 就是说下个月的预算啊 资金怎么样去用 那么银行这边批准 第三方工程机构批准之后 我们确定没有问题了才会放款的 非常赞 好的 非常谢谢盛总分享相关的数据和法律规定 那么您可以分享一下 现在这个Area 15第二期项目的一个施工进步 以及施工完成之后 相关商务情况的一个发展规划吗 可以没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台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项目工期啊 就是说 其实环球影城的这一部分 已经框架都已经搭建出来了 那么我们项目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完成了 将近有百分之八十八点五的这样的一个额约 对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像环球影城啊 迪士尼啊 这些都是就是现金回流能力非常强的 这样的一些企业和公司 所以说呢 这是可以说是我们目前项目二期当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租户 那么另外呢 你看到前面这一块空地上面 它会有一架波音747的飞机 然后呢 它会打造成一个夜店餐厅 就是晚上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么它使用的品台 也是叫做TAO 也是在全美范围之内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品牌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未来 给我们的投资人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惊喜 因为我们是在不断的接受这样一些创意公司啊 新的一些公司来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idea 带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去 还有可以分享的就是说 我们AERA 15的话 其实它这个概念就是非常的超前 所以说现在不仅仅是在美国大范围的扩张之外呢 拉斯维加斯也好 还有后期的我们奥兰多也好 也只是我们的旗舰店 我们后来现在已经在全球都已经陆续的展开了这样的一个布局 光想想会有一架波音747 摆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中间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吸引人 我就想去参加 好的 盛总 我们已经参观了AERA 15主题乐园 请问这个项目是属于EB5下属的哪个类型的项目呢 然后这个项目对于还款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还款规划呢 对 我们这个项目呢 还是依然属于叫做高失业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所以是它会有一个足够每年有一千个签证类别 是专门给我们这个类别的这样一个项目投资人的 那么我们目前项目的话在还款方面的话 也是计划跟我们项目一期是一样的 希望可以延续我们第一期的这样的一个成功 也就是说在建设完成之后实现稳定状态 然后呢通过再融资或出售的方式来进行还款 我们今天也看过了整个AERA 15第一次的情况 非常震撼 笑你自己也玩过了 太震撼了 我已经现在还陷入那个震撼当中久久不能自拔 对啊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你想想看它是从疫情期间开业的 然后到实现稳定状态 把投资人的资金全额返还给他们 总共只花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觉得第二期当中有环球影城的加入 肯定是给我们项目的成功性大大的增加了很多的一个砝码 因为第一期的时候在偿还完所有贷款之后 开发商的股本大概实现了有26%左右的一个回报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这个新项目的建成 然后呢能够实现我们每个1B5投资人的绿卡和资金返还的两全其美 好的非常谢谢盛总的盛情介绍和详细解题 OK不论是从区域中心的总经理还是开发商的CEO的专访中 我们都不难发现 拉斯维加斯这个EP5投资移民项目 第一是环球影城世界顶流IP加持 保证盈利能力怎么都不会差 第二是位于相同园区17主题乐园Area15的成功经验 已经印证了百年豪门开发商的诚信与否 第三是15年资深EP5行业经验的区域中心的投入参与 是驴子是马很多时候不都是溜出来的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怎么看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的信息对您有帮助 还希望能够占用最多0.4秒的时间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以及订阅顺手签扬频道 并且在屏幕下方的留言评论区 分享您的宝贵见解哦 顺手签扬一个关于无国界资产管理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的频道 我是Cham我们下期见拜拜